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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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欢迎大家来到真宁云课堂 学习空间 从人间到净土系列 我们学习到 普贤行愿 普贤菩萨 以十种大愿 劝导善财童子 以及华言会上 不计其数的 大菩萨们 求生净土 这也是我们从 人间到净人间到净土 系列课程 最为精彩的一个篇章 试想 试想一下 还有什么样一个群体 能够比华言会上的菩萨们 更加的幸福快乐 一切法门的修学 最后都是归到华言境界 但是华言会上的菩萨们 又在普贤菩萨的劝导下 一同发愿 求生极乐净土 这是为我们 做了最好的榜样 现阶段 人世间的幸福美好 是短暂的 虽然我们并未忽略 但我们要始终清醒 幸福永久的美好生活 不应该止步于 现前这个阶段 我们向佛菩萨学习 当然是要学 更为幸福 更为美好的生活方式 所谓无上正觉 圆满的境界 就是我们生活的终极目标 当我们这样去看待 我们的人生规划的时候 对于现阶段 生活中的很多遭遇 我们会看得更宽一些 或许日常生活中 那些琐碎的 人即纠纷 恩怨是非 就可以淡化很多 相对而言 更容易有幸福感 用孔老父子的话讲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如果目光不够长远 一定会被眼前的 琐碎问题所困扰 学佛 我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向佛学习 过究竟圆满的幸福生活 虽然眼前的生活 我们也尝试着尽可能调整好 但我们要很清楚 眼前的生活 仅仅是开始 即便我们眼前的状态 感觉很好了 我们的物质环境 精神状态 也能够保证我们现阶段 有幸福感了 依然不能够迷失 我们前行的方向 和终极的目标 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这个世间的 所有幸福美好 都是短暂的 并不是佛说了才这样 而是我们面对的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从人间到净土 这个系列课程 就是从眼前的生活状态 不断精进前行 来到了普贤行愿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 转换平台 就是让我们的心量 一下子拓宽 让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前所未有的深化 原来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是这样过生活的 之前或许真的是 相爱的思想 限制了我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想象 贫穷限制了一般人的想象 这个大家听得很熟了 但是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圆满理解 我们确实还是有些狭隘的 我们总认为现阶段如何如何就可以了 可是看到华言会上 这些成功人士 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在这一生当中 即便完全实现了 还找不到他们的起点 还达不到他们起步的那个标准 这就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真正原因 论福报 我们肯定比不上善财同志 论智慧 也就不用跟文殊菩萨 去横向对比了 论日常生活 这一种好学上进的动力 我们还是有必要 不断地向善财同志去学习的 你看善财同志一路前行 遇到每一位老师 都是非常恭敬 非常谦虚 不断地重申 我已经发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有心学习无上佛道 可是我还不知道 怎样更好的去过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以菩萨的标准 来引导自己 看看 这正是我们要勉励的地方 我们每天醒来 能不能也试着 用这样的一种提醒 来自我勉励 我今天能不能够 像善财同志一样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我能不能够试着 像善财同志一样 今天晚上这一堂课 广修供养 这一堂课 是让我们幸福生活 不断提升的一堂课 广修供养 就是要拓宽容量 存钱啊 空间要足够大 广就是要不断的拓宽 有多广啊 可以 先反观一下 我们现在的容量空间 有多大 要扩容 肯定还可以更大 什么叫更大呀 就是要容得下更多 而容得下 金银财宝 是的 在哪里呢 满世界都是 如何去发现呢 这就要修了 所以广修供养 是让我们的幸福生活 不断升级的一堂课 今天晚上这一堂课 想发财的同学们 要特别注意听啊 想增长福报的同学们 可以试着去操作 经文我们先简单过一遍 父子 善男子 言广修供养者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 积微尘宗 依依各有一切世界 积微尘数佛 依依佛所 种种菩萨海会围绕 我以普贤行愿立故 其身信解 献钱之见 西宜上庙 诸供养聚 而为供养 所谓花云 满云 天音乐云 天散盖云 天衣服云 天种种香 涂香 烧香 墨香 如是灯云 一意亮 如须弥山王 燃种种灯 疏灯 油灯 煮香油灯 一意灯柱 如须弥山 一意灯油 如大海水 一意如是灯 煮供养聚 常为供养 好 广修供养这一段经文 非常精彩 内容 信息量极大 前面这一段 我们先 简单 把药灵 说一下 广修供养 广 从本性上讲 广大 无边际 究竟 若虚空 从操作上来讲 我们现前 心量 是可以不断地 拓宽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 显然 还没有认识到 广大 无边际 这样的 心地 本来 面目 我们的心量 多大呀 多大 大都不足以形容了 虚空够大吧 虚空在我们 本有的心性中 就像我们 白天 晴朗的天空 看到那一小片云彩 漂浮在 太虚空当中 就是现在我们感官中的 太虚空 放在我们真实的心性中 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所以有同学说 既然心性本具 为什么还要到净土 这就是 对于心性误会了 不知心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为这个肉团 是心性 以为我们的思想 是心性 弄错了 佛法所说的心性 一切的一切 都不能够再其外 这叫广 本来我们心量是这样的 可是一觉醒来 这一折腾 我们心量变得 这么大一点点 就针眼一般 为什么知道针眼一般呢 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要计较 可能比针眼还要小 一个眼色 一句话 一件事情 微不足道的 一点点利益 就足以把我们困住 可见我们 现在的心量 多么可怜 所以我们说 想要更大福报 从哪里开始 我们的量不够大 福来了 找不到地方去安置 所以常说 量大福大 量要足够大 要能容 容什么呀 容天容地 无所不容 那哪里这么容易呀 所以先从容人开始 容人 就是修 各位 这个寡 要去修了 修什么呀 借供养来修 供养 我们通常 说布施 前面六度波罗蜜 曾经重点强调 布施 对于学佛 过程当中 起到 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特别强调过 在这里 讲供养 这是 六度波罗蜜 当中布施的升级版 名称换了 界面换了 名称换 那就意味着 境界不一样了 心态不一样了 界面换了 那就意味着 它的操作形式不一样了 操作形式是怎样的 布施可能就 拿去吧 我给你了 供养不是 供养怎样 供养就是 请你接受吧 这个供养 我们通常理解为是 对上 对佛 对法 对僧 对三宝 称供养 请注意哦 各位同学 已经受过三规一的同学们 都称三宝弟子 小常识 以后到寺院来修 供养 各位同学 这个要注意了 比如现在 大家在云课堂 主流的说法叫打赏 打赏属于布施 就是我给你 我欣赏你 我看得起你 我觉得好 这叫打赏 属于布施的心态 归一三宝之后 作为三宝弟子 我们对于三宝的所有诚意表达 都称为供养 各位同学 这个小常识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以后在佛前 在寺院里面 见到出家师父 自己诚意修供养 不论是 哪一种形式 记住哦 是供养 师父过来过来 我给你个红包 其实很多时候 挺尴尬的 师父们也不是说 一定要去收这个红包 那我们觉得 这意思是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以轻慢心 去做这个事情 福报大打折扣 以恭敬心 做这个事情 有百千万倍的福报 所以同学们 福报要这样去赚到 心量 从这里去培养 为什么一定要以这样的 恭敬心做呢 前面说过了 礼敬祝福 如果我们对 我们以为的师长 都生不起恭敬心 对普通众生 怎么可能会发自 内心的不轻视 绝无可能 所以是要从这里培养习惯了 就是一定要对三宝 起恭敬心 这是我们以为的 值得尊重的对劲 我们的恭敬心 如果都找不到理由培养的话 就不指望在其他地方 会有恭敬心了 即便我们有所付出 会用一种轻慢的态度去付出 那得到的福报 极其有限 非常可惜啊 所以会修在用心 这广修叫供养 就是对三宝 一定是恭恭敬敬的 供养 群里面大家 接下来就可以 供养 来表达自己诚意 虽然在社会上 大家可能会有 其他的一些称呼 但是三宝弟子 大家这些常识 自己要知道 在修福报的时候 这个用心不同 得到的福报 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广修 广修 供养 以真诚心 恭敬心 广大心 供养 什么叫广大心啊 真诚恭敬 说的很多 广大心是什么 广大心就是 无所求的心 叫广大心 不求果报 有所求 就画了一个界限 我就需要这么多 这就是有所求了 无所求啊 是没有编辑的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修供养的时候 就是真诚恭敬 无所求 一定问我求什么啊 求个机会呗 给机会多多付出 念佛人 唯一所求 求无声净土 人世间求什么 无所求 大家不用担心 我无所求 会不会没有啊 你看 说我们心里要小 还不承认 我们想来想去 就是眼前这么点事情 所以我们都要 一件一件去打发 平常养成 广修 供养的习惯 关键时候 不用求 那个福报 会解决问题 这是很多学佛人 还不会的操作 总认为 我临时去抱佛脚 然后我 我再表示表示 让佛菩萨 帮我解决掉 那找那个临时 办事员 他帮你解决一下吧 因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 其实还不够坚定 所以才会有这样 很陌生的做法 我们对佛菩萨 对三宝 过于见外 总认为 我交代一样 才能够做一样 是不是 觉得佛菩萨 不理解我们 这是我们缺乏 对佛法的进一步理解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学习 我们凡夫 我们心量 是狭隘的 我们的知见是任性的 我们对于经典的熏悉 是非常陌生的 我们对于烦恼的操作 却是驾轻就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放纵自己 稍微学了一点 就感觉自己可以了 不退心才奇怪呢 并不是佛菩萨没有照顾我们 而是我们没有跟紧佛菩萨去学习 学习肯定是要有所突破呀 就是每一堂课 都要刷新我们的认知 改变我们某些固执的成见 这个才叫真学习 而不是这堂课听了 嗯 我知道了 这堂课我听过了 我甚至比这个经上讲的 我都理解的还透彻 其轻慢心 我们听到的仅仅是言语文字 知识理论 不得受用 所以这些地方 我们是要特别强调的 学是要用的 广 就是一下子把我们的狭隘心量撑破 可现在撑不破怎么办呢 要修 要修 怎么修啊 就是修那个狭隘的心量 借日常生活中供养的远 不断拓宽心量 在哪里去落实呢 刚才举了例子 三宝前修供养 养成这个习惯 三宝前修供养 请注意 不是三宝需要 三宝可以不需要众生 这一点同学们 千万不要误会 认为是三宝需要我们 各位同学 轮回中三宝不常出现 茫茫苦海中 三宝为明灯 周航 我们遇到三宝 这是我们出离的机会 我们要紧密地跟三宝 保持联系 唯恐一时一刻一天 离开对三宝的思念 对三宝的学习 如果我们以为 三宝是需要我供养 需要我照顾的 这又起颠倒想 起轻慢心 所以大家对三宝供养 比如说对寺院 在寺院供养 对生团供养 千万不能以为 这个寺院是需要我照顾的 我不照顾 他们就会没落了 这些师父们要我养的 我要不养 他们就没饭吃了 各位同学 出家修行人 所想的是各自的福报 穿上这身衣服 又想佛的福报 本师师尊 灭度前 白豪像中留一分佛报 够厚世 一切出家人 衣食受用 就是全天下出家人 即便没有人供养 也不会饿肚子 那你说我不供了 这么说有点任性啊 谁是谁的机会 是要认清楚的 所以这一方面 执剑上千万不能够跑偏 在三宝中起恭敬心 广修供养 是三宝弟子 要学习的第一堂课 如果在三宝中 生不起恭敬心 我们在世俗上 所生起的恭敬心 是暂时的 不会持久 所以这个地方 要特别强调一下 在三宝中 广修供养 这个广就是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 交错在一起 就是我们现前 立体的生活状态 时间是什么啊 时间要这样的 就是要时时念念 年年月月 供养不是说我供养过了 供养是一种习惯 常态化 不一定要多 但是这种供养的用心 我们要有这份习惯 在我们有福报的时候 要珍惜福报 多修供养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同学说 哎呀 很遗憾啊 我以前有很多很多钱的时候 如果遇到三宝 我就可以广修供养了 现在我没那么多钱了 等以后再有了再说吧 也不止我 世间有钱人比比皆是 钱财是过去修来的福报 现在享用 是在享福 可人在享福的时候 往往会迷失自己 什么叫迷失啊 就会误以为自己有能力 自己很厉害 这是我赚来的 是我有能力去掌控的 真的吗 一个机会来了 莫名其妙 财富就涨起来了 一个局势变了 莫名其妙 那钱抓都抓不住 你不是厉害吗 去抓呀 那是福报 所以不能够迷失在 福报的享受当中 但是人福报现前的时候 不太容易听得尽这些话 也就是我们讲课的时候 这么提一下 那我现在福报没这么大呢 福报大小都在我们用心 我们现在果然用心 福报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于日俱争 就像存钱一样 就像积分一样 就是每天我要有供养的习惯 一块两块十块八块 这个习惯 就是每天养成 每天提醒 不能每天每个星期 不能每个星期 每个月 不能每个月 每年吧 这很勉强 我们都会忘掉 我们都很感叹 钱来得为什么那么慢呢 因为我们懂得付出的习惯 也并没有那么快去养成 所以这些地方 我们是要不断去修正的 现在如果我们身边的资源不够多 就是常人说的 我福报不够大 其实福报可以用任何形式去表现 只是我们多数时候会关注钱财 没关系 以前财为例 现在我钱财不多 我很想将来赚更多钱 佛法中有什么发财之道呢 开诚布公 整天说呢 前面有布施波罗蜜 这里有广修供养 致富法门 就是要懂得分享 要有更大的心量 假如啊 我们有更多的钱财了 我们愿意分享多少呢 经常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假如我将来很有钱了 我愿意 先假设一下 而后呢 而后马上按比例换算到今天 假如我将来有一百万 我愿意 经常布施供养 一百块 百分之一 那好吧 你现在有没有一百块 有 那就拿一块 就是先从这里培养这个习惯嘛 各位同学 如果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习惯 不指望将来 会有更大的心量 所以啊 我们很聪明 我们以为 菩萨你保佑我 我发财了将来会 会怎样供养你 菩萨笑笑 等到我们将来养菩萨 菩萨还会混到今天吗 菩萨福会远在我们之上 哪里还等着我们去供养照顾 这是一个例子 修行人呢 修行人 或许 在某个阶段 需要大众照顾 但是 由道心 精进修持的修行人 并不是十分在意 修行人的福报 更多的是表现在修行的资源 和上进的信愿上 就是修行人福报怎么看 修行人的福报是看 对于佛法的信心 在佛法中修行的行使 是否更加勇猛精进 兑换成世间的财富 这些是附带的 世间种种财富 都不一定换得一个短暂的出家修行机会 你想想 这福报 得多大呀 黄金白鱼非为贵 唯有夹杀 辟贱难 以帝王之尊 尚且未必能够换得一世 夹杀的福报 这是三宝的尊贵之处 这些地方是我们要正确认知的 那回过来 在日常生活中 除三宝之外 在家同学 家中父母 长辈 家亲眷属 这些是可以广修供养的落实处 以供养的心 这里面就包含了耐心 尊重的心 不厌其烦 比如说家里面有长辈 年岁越来越大 多少有些不耐烦 但是也照顾了 那属于不失 如果能够多一些体量 不轻慢 这属于供养 事情还是一样的事情 但福报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些地方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经文中举的例子 是有表法意义的 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 一切佛杀极微沉重 普贤菩萨的境界 是遍法界虚空界广修供养 普贤菩萨看来 一切生命皆是诸佛 以上庙筑供养具 都是用最好的供养具 最好 什么叫最好 在能力范围内 能做到的就是最好 各位同学 这一方面 我们确实精神上值得学习 就是我们在供养 我们在付出的时候 开始是有些计较的 有些小气的 我们总认为 我已经做的够多了 我们赚钱的时候 为什么会嫌少呢 就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希望财富越来越多 而且来的是挡都挡不住 那是需要在修福报的时候 拼命地往里面 去充值的 这因果相应 不会亏欠任何人 所以这些例子 圆满殊胜的境界 我们做不到 眼前生活中 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做的 举的几种供养剧 花云 满云 天音乐云 天闪盖云 天衣服云 天种种香 烧香 墨香 如是灯云 一一亮如虚弥山枉然 种种灯 疏灯油灯 诸香油灯 一一灯住如虚弥山 一一灯油如大海水 举这些例子 什么意思啊 你看 量多大 就是假如 我有这么大福报 我愿意尽我的福报 去广修供养 那现在我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会在我能力范围内 多多供养 欢喜分享 以如是等著供养剧 常为供养 常就是这个供养的心 念念不断 常和广合起来 广就是空间 常就是时间 就是刚才说 在时空当中 我们是个供养的行为 心愿 要尽情的释放 请放心 不会吃亏 福报都是这么修来的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云古禅师教了凡先生 这样改命运 六祖能大师也说得好 这个话本来就是能大师 原话中引申出来的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不离自信 即使福田 关键在怎样用心 就是我们活着为了什么 活着就是为了创造价值 为了分享价值 为什么呀 还能为什么呀 生命的价值最大化 就是利益更多的生命啊 因为我们在人世间 这个阶段非常短暂 而且注定的 我们经历的所有 都不会跟我们走 就是我们掌控的所有财富 一样都带不走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它兑换成 可以利益更多众生的价值 而后变现成福报 对念佛人来讲 直接兑换成净土 那朵更大的金色灵花 念佛人作为净土 往生资粮 就是这个意思 那眼前一时受用的 放心 肯定亏不到 这个福报 它懂人的 所以学了佛之后 我们要把自己内在的 原动力即活 所谓修福修慧 礼敬诸佛 称探如来 广修供养 重点在修福 兼有智慧 就是告诉我们 生活要充实 首先呢 要经常与人互动 怎么互动啊 尊重人 包容人 理解人 赞叹人 就这么简单吗 只要我们会了 每天这样 人缘一定会越来越好 误会肯定都会消除掉 即便别人对我们有误会 我们也可以内心理解 不去计较 我们想自己福报越来越大 那从今天现在开始 我们就去分享财富 分享我们的能力 纯粹分享 做不到 刚才说的 百分之一可以吧 千分之一总行吧 万分之一 不会亏什么吧 那分享给谁呀 眼前有谁 就分享给谁了 从这里开始 把我们那个宝藏的门 推一条缝 看看 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我可以啊 一分一毛一块 十块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 忽然发现 我可以的 越分享发现不会少 还会慢慢的有其他的途径 绕回来 福报 他就那么动人 就那么奇妙 在我们对他完全不放心的情况下 你试探他也没关系 他很大方的 就是我们还不太懂他 所以广修共养 这是改变命运 增长财富 最为有效的方法 放心去做 现前举的是几种例子 衣食日常生活受用 都包含在其中了 香代表的是什么呀 美德 我们在佛前点香 戒定真香 戒定是什么呀 戒定就是 戒不伤害众生 定有含养 如如不动 所以香代表的是 人有美德 美德具体而言 表现出来 没有恶意伤害人 对人释放善意 这就叫香 就像那香水喜欢闻一样 是这个意思 灯是什么呀 灯是给人光明 给人温暖 给人希望 在暗夜中 灯就很重要了 油 油是什么呀 油是动力呀 过去染油灯 那油就是 就是灯的原动力呀 要加油 要加油啊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活着 就是为了更好的 广修供养 这个是供养的精神 欢喜分享 多多益善 接下来 重点说一说 供养当中的 法供养 请看经文 善男子 诸供养中 法供养 罪 在所有的供养中 法供养 罪为殊胜 最重要 法供养 就是大家学习了佛法 用在生活中 多多分享 从这么几个方面 来说明 经文 所谓 如说修行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设受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七种供养 法供养 可以从这七个方面 去落实 头一个 就是如说修行供养 如说修行嘛 就太全面了吧 方方面面全包括了 就是按照佛所说的去修行 就是最好的供养 于是有人就说了 所以呢 我说嘛 供养就是不要花钱 佛说的去修行就可以了 佛说不要花钱了 这是选择性 去理解 如说修行供养 包括了布施 才布施 这一点各位同学 理解不能够偏一边 如说修行 如说修行里面 自然包含了 才布施 如果我们对佛 对法对生 生不起信心 有人说 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宝中去布施供养 可以到社会上去 如果嫌自己福报太大 来得太快 去选那些小福报修 没关系的 这不是佛需要我们 这个地方不要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这不是问道才这么说吗 要修什么大福报 什么最快 供养三宝 福报最快 理论上讲 以平等心 供养一切众生 福报是一样的 有人说了 所以吗 都一样 一样 你心平等吗 开什么玩笑呢 一个凡夫如何做到心平等 舍弃三宝偏选众生 这明明就是不平等 那我选三宝 不管众生 怎么会呢 因为三宝会教我们 慈悲善待众生 可是众生却绝不会让我们恭敬三宝 这个顺序自己要弄清楚的 所以这一点很多学佛人 在理解上都会卡住 认为我社会上做不是一样的 怎么会一样呢 佛法会教我们回馈社会 会去善待众生 慈悲 济世 可社会上却不见得 我们做的那些事情 都会让我们去不断提高觉悟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在推荐福田的时候 三宝排第一 首先得有人提醒我们这么去做 这个人当然是福田之因 这也就是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要佛法 为什么要这些劝善的这些道理 这些课程 从古至今 时代都在变 但是人们的价值观 是不能够骗的 所谓价值观 就是人性是一定要不断去释放光芒的 如果不是这样 岂不是太可怕了 就单纯从社会的层面讲 人是复杂的 善还是恶 说不清楚 高兴就善 不高兴就恶 那是需要引导的 所以引导非常关键 三宝 称为周行 就是引导我们出离苦海 称为明灯 就是暗夜之中 让我们看到方向 怎么能够不维护 不传承呢 即便如此 他在世间的时间 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遇到三宝 这个机缘 是要倍加珍惜的 这个如说修行供养里面 就包含了 我们亲近三宝 如说修行是总说 如哪些说呢 佛说的内容 是全方位的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适者从这里开始 你看刚才刚说过 利益众生 三宝 首先教我们 利益众生供养 就是我们来拜佛 来亲近三宝 三宝一定会不断地提醒我们 你回家要孝养父母 要善待伴侣 要爱护生命 要与人为善 是不厌其烦的 这么引导我们的 可是 我们在社会上 倒未必 会有人整天提醒我们 要不断提高觉悟 要去扩大新量 要增长慈悲 是不是 所以 亲近三宝 自然会利益众生 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 我们在顺序上 就理清了 利益众生 纯心 就是刚才说 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财富 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 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 说实话 享受 是亏本的 享受是在消耗福报 适当享受 合理的 可以的 过分享受 福报 减损得很快 那什么叫过分呢 就超出 多数人的标准了 每个时代 虽然不一样 过多的享受 请注意 我们虽然说 这福报是我的 那也是自己过去 辛辛苦苦修来的呀 学佛 念佛人 我们经常提醒 福报 要留在后面下 后面是什么 灵命忠实 灵命忠实 没有病苦 那是大福报 平常也看到 很有福报的人 临走的时候 走得不好 什么缘故啊 福报 想太过 这个是 我们自己呀 要引以为戒的 就是我们平常修福 希望将来 走的时候 你看五福里面最后 靠命忠 就是走的时候 没有病苦 没有干扰 安详 自在 如入禅定 谈笑风声 给大家挥挥手 人生 潇洒的 泄墓 那是真的大福报 那怎么打造 要用钱去打造的 就是要用福报 去兑换 那个时候苦 可是真的苦 那个时候自在 可是真的自在 这些是比较务实的福报 同学们 是要 是要 照做准备的 射受众生 供养 射受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圈粉 就是 让更多人 因为我们的分享 其欢喜心 从佛法中 获得启发 多多分享 不一定要 学了很多 比如今天晚上 我们听到某句 很受启发的话 就可以在 朋友中 去分享 用很通俗的话 用自己的言语 去分享 这就是供养 待众生 苦供养 待人之劳 完全替众生 受苦 那我们是 很难做到的 日常生活中 举手之劳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 试着去做的 勤修善根供养 善根 分两种 世间善根 无贪 无嗔 无吃 没有贪嗔吃了 这个人心地纯善 如树有根 能活 能长 能够吸收营养 能够开花结果 觉悟的 佛菩萨 菩萨善根 精进 我们常说 善根深厚 什么意思啊 善根深厚 就是一个人 这个心形 像善的成分 偏多 觉悟 很快 信心不退 这些都是 善根深厚的表现 如果发现我们有这方面的潜能 那要很庆幸 过去生中 修了 大善根 大福报 如果发现我这方面还欠缺 赶紧去 浇水 施肥啊 就是要培养这个习惯 主动培养这个习惯 要增长 信心 要 培养 善愿 要精进 学习 这叫 勤修善根 我们自己 越来越善了 就不伤害众生了 这就是对众生的供养啊 就是我们在与人相处过程中 做的这些事情 一定是要有善意的 纯善 就是最好的供养 不舍菩萨一夜供养 菩萨的事业 就是上不断地提高觉悟 下不断地利益众生 就是刚才说 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财富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生命 实现价值 提高觉悟 觉悟就是发现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不断确认这个事实 而后呢 我们试着去做 我们做得很有限啊 所以要不断勉励 不断加强 不舍就是不退心 不放弃 不离菩提心供养 这是总结 菩提心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怨心 这个怨心 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 不要退失 这是对佛最好的供养 什么意思啊 不忘记佛的教诲 没有离开 佛的说明 日常生活 长存此心 长修此心 这就是对于佛法 原则性的理解和运用 所谓法供养 最为殊胜 总结 其实就是两个方面 学了佛法 自己用 自己用就是供养 进而用我们 学习的佛法 分享利益更多的 有缘众生 这就是学佛人的日常生活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学佛其实不复杂 不管出家在家 以这样的态度过生活 佛报于日俱增 心量越来越大 幸福感越来越强 后面总结 善男子 如前供养 无量功德 比法供养 一念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俱之 纳犹他分 加罗分 蒜分 树分 玉分 忧婆尼 沙陀分 亦不及一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前面说的种种供养 是举例 比较碎片化 后面说的法供养 是整体 就是 要不断学习 要全方位去落实 佛法的教诲 在日常生活中 果然这样做 那成就的福报 不是前面某一次 所修的福报 能够相提并论的 所以在佛前 我们修供养 供灯 供花 供水果 很好 非常难得 我们也赞叹 如果能够把这份供养的心 用到生活中 日常生活 处处 处处广修 供养 那就是如说 修行 供养 那个功德 是全方位的 不是 我们 用某一种 形式上的供养 所能够 想象的 何以故 以诸如来 尊重法 故 以如说行 出生诸佛故 若诸菩萨 行法 供养 这得成就 供养 如来 如是修行 是真 供养 故 这段经文 非常关键 同学们 可以记下来 以诸如来 尊重法 故 我们说学佛 学佛 实际上 就是学成佛之法 佛所说的法 就是圆满觉悟的 幸福方法 这是对佛 最好的供养 一切佛 都是依这个法 成佛的 后面总结 就是强调 修行 是常态化的 不疲不厌 欢喜无量 广修供养 这一堂课 可以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动力 愿同学们 在日常生活中 以广大的心量 修无边的供养 成就最为幸福的 美好生活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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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